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术 我是温迪姐 本周的主题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 258连线所代表的意义 在今天的内容开始前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58这三个数字 分别代表的意涵 2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你有细微的观察力 非常的沉稳 感受力非常的高 5这个数字的意涵 是你有一个自带的舞台魅力 强大的中心思想 并且你非常愿意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报号数字所代表的意涵是 你非常享受在学习新的事物 在乎细节 同时习惯先设定目标 再往前前进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呢 我们会说258连线 也叫做心智线 也叫做情感线 整体来说呢 你是擅长且勇于表达 自己内心的想法 同时间你会勇敢的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并且尝试各种的方法和机会 帮助自己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除此之外呢 你也有非常坚强的心理数值 这样的心理数值呢 除了会让你自己 非常的有自信之外 同时你在文字啊 还有语文的表达能力 以及艺术的感受力 也都是相当的显眼的 有258连线的人哦 在小时候比较像是那种 笑草或笑花级的人物 然后不小心就爱上自己的自恋狂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还不错 如果你本身哦 是有258连线的人 就你很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在团体当中啊 你很容易可以成为焦点 风云人物可能有一点点 大家会联想到 就是说一定要是帅哥或美女 可是我觉得焦点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特别好笑的焦点 邪心 对但是是大家非常爱你的哦 那个邪心并不是要来欺负你 而是会觉得说 天啊你真的是一个 点子王的那种邪心 或者是说呢 你就会有一种很厉害的技能 举例来说你是很会画画 或者是说你的体育能力很好 被记住这件事情的焦点 确实是你从很小就知道说 我好像没特别做些什么 或者说你就会说 我只是做我自己 那你就被别人喜欢 或是被别人贴上说 哇你好厉害 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和标签 因为呢你们在天生的高敏感度 加上风趣幽默的说话方法 以及你的目标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一些 你的内在跟外显性格 加在一起的时候 会让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非常容易抓住人心 别人就会感受到 你强大的吸引力 默默的就跟着你去走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258连线的人 你七成以上 你去跟人家分享事情啊 或者是说说服别人 我觉得其实很像都会成功 那他跟另外有一条连线 也是很轻轻柔柔的 456 我们恰出来讲一下下 可以跟大家做一下比较 456连线的人啊 他的这个轻柔是 他需要很努力 他是通过目标 通过分析 通过一直讲 一直讲 直到你理解为止 但258的人确实是自带美丽 他不用一直讲 他其实就是跟你讲说 你知道这件事情真的蛮好的 你就会相信他 好我买在哪里 其实你会蛮容易相信他的 因为他天生散发出来的这种自信度 迷人的这种风范 你就会相信说他应该不会骗我 他自己都试过 这件事情是对 对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258连线的人啊 是蛮可以就在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 就会让别人去买单你的想法 甚至是会在你的想法当中 去做出更多的分享 跟帮你去传递你的相信 如果你本身是有258连线的人 你一定要善用跟拿捏好 你这个说话的权利 跟你说话的分寸 当你是一个手握话语权的人 你有的时候会在一个开玩笑 跟伤害人的来回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拿捏不好 那条线其实很容易模糊掉 所以你说幽默感用得不得已吗 对如果幽默感用得不得已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会在别人的痛处上面去撒烟 拥有话语权的人 你可以用幽默的方法来把事情化解掉 但是不要拿了话语权 去成为一个让别人更痛的一个方法 你只要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就是当你在分享你的喜好啊 或者是说你的一些好恶 就我喜欢不喜欢这件事 因为你是一个风向球嘛 你才不会让自己在一个不小心的状态下 造成别人的负担甚至伤害到别人 所以这是我觉得你本身如果是有欧巴连线的人 我还是鼓励你做自己 但是随着你的经验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带风向的能力 说话的权利成为帮助团队更好 甚至是去照顾弱者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它是一个power 但它也是一个礼物 可是到底是一个权利还是是一个礼物 观看你怎么运用你身上的这个从天而来的能力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跟有欧巴连线的相处 就例如来说你的另外一半啊 或者是你的长官 你的同事 甚至你的亲戚朋友 你应该如何跟他相处呢 有一个关键的秘诀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是自己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有欧巴连线的人是敌我分界感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你已经进到了他的团队里面 甚至是你是他的威蜜 或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战队里面的话 他会知道说 这是我自己需要去保护的人 那为什么会说要先成为他自己人 是因为欧巴连线的人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 一旦呢 他决定了他跟你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是为你的需要开始去思考 这边我们在讲这个决定关系 不单单是情人关系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扩及到你的朋友 甚至是在职场当中都是 就一旦他确定了 他们就会开始去把你的想要跟你的需要 变成他自己的 即使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要陪你经历一些波折 或者是辛苦 他都是心甘情愿 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他就是帮你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梦想 但是他视为他自己的使命 对 所以他会开始把你的事情 放在跟他自己的事情一样重要 甚至是会超越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心中不会有任何埋怨的感觉 是因为他觉得那就是他人生的选择 当他选完之后 那我就是努力去执行 那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就是透过我很强的说服能力啊 感染的能力 需要不是我站队的人 或是外面的人 来一起达到我们的梦想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是正在跟258连线的人像中 或者是你想要取得有258连线的人的信任感好了 你一定要先变成他自己的人 但是这个是强迫不来的 那要他自己决定 你不论怎么示好 当他觉得你不是的时候 你就不是 所以你要让他自己打从心底 决定了你在他的叫做好友名单 或者是闺蜜名单当中 那你就会享受他对你的专心 同时间他会帮助你 透过外界的资源 达到你跟他一起共同的目标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258连线的人的人格特质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